我是团长,今天团长跟大家分享 困境反转,诞生了这么多牛股 2021年A股市场隔离十分严重 一边是昔日白马蓝筹屡创新低 一边是锂店光伏赛道股们扶摇直上 道理很简单 白马股在过去的两年赚钱效应太强了 以至于让无数投资者产生了信仰 买股就买行业龙头,就买大白马 肯定稳赚 这是过去两年的A股特点 但是稍微了解一点金融学常识的人都会明白 没有一种投资策略是一直能让很多人赚钱 所以当某种理论被封为神话的时候 可能也就是它没落的时候 所以千万不要认为买股票很简单 那么早在2017年 当时注册子还没开始 草壳资源非常火热 股权转让的概念十分受市场追捧 诞生了四川双马那些 对,一下子涨好多倍的股票 一边是市值最小的壳公司 BZM你买肯定不会亏 A股市值最小的那50家公司你随便买 肯定赚钱 一边就是公司如果出了股权转让的公告 股价就得报上 那哪家公司股权发生转让了 大家认为一条借壳要重组了 但是经历了三年多的制度改革 注册子落地了 大量的壳公司跌得只剩了一个零头 以前A股的壳公司最少50个亿的市值 有的时候是100个亿的市值 那么这两三年很多壳公司低到10个亿以下了 前一段时间 年初的时候一些壳公司只有5个亿了 真的只剩一个零头了 无人问津 股价跌到1块钱以下了 这就是注册子的改革 但是万无皆是周期 今年市场的一条隐藏的主线就是股权转让 三年前的爆炒貌似又回来了 一些股权转让的股票涨得很厉害 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呢 这一次理性成分多了一点 股权转让的数量没那么多 对吧 接盘的资本也没那么多 他们是有选择性的买一些公司 买的公司呢 没有那么差 有哪些呢 我们一直讲的 复兴入股的舍得酒业 去年中良买的雪鬼酒 龙基股份的定征参与的森特股份 去年大宗集团入股的国宣高科 最近三西国资控股了广与远 那么前一段时间 美利集团控股万东一聊 同时呢 这个定征参与万东一聊 那么前一段时间 华润医药呢 控股了伯雅生物 所以这些公司呢 股价呢 应该说涨得都很厉害 都是一时的市场宠狗 那么舍得 尤其舍得酒 对吧 去年在这个位置当时30块钱啊 当时就传出来 舍得要股权拍卖 那股价一路涨 其实他在60块钱的时候呢 舍得呢 被这个复兴接盘了 就是复兴买下了舍得的控股权 在那个时候呢 公司呢就发生了变化 实际公司能变更了 那么股价呢 是吧 30 最近的股价又创了历史新高 那离十倍股不远 这是一年不到的时间发生的事情 我们不难发现呢 牛股背后呢 都是股权层面发生了变化 新介入的都是实力强劲的资本 那投资的股票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公司的前景和产品并不差 只是当今管理层不作为 或者水平能力差 不能很好的为公司的发展带来改变 所以当公司呢 出现了一些变化 把新的强力的资本介入进来 同时呢 公司呢 所处的赛道还可以 股价呢 便受到投资者追捕 成为市场的重 所以白酒股过去几年一直很强 所以舍得呢 作为极度低估的白酒 走了出来 其他的股票 也可以看到 这广玉远 骗载黄厂的很厉害 国宣高克制锂电池 森特是光伏 对吧 光伏的赛道 万东医疗 医疗器械 博雅生物是血制品 说到底呢 他们都不是很差的公司 组营业务呢 都有一定的想象力 所以再加上 接盘的资本呢 实力非常强 所以他们的股价呢 没那么弱 不过呢 很多人也会担心 对吧 这个股价呢 涨了这么多 是不是后面还会再暴跌回去呢 有这个想法也不奇怪 因为毕竟 17年当时爆炒的壳资源 最后都跌的只剩一个零头了 但很多股票炒到50100亿 最后跌的还剩10个亿 但是 现在我们要知道 这些被资本看中的公司 不同于以往的 张兰串 当时股权涨了非常多 因为是热点 很多公司蹭这个概念 所以很多公司就爆炒 就暴跌下来 那现在一些股票 接盘的这些股票 我们一直讲的舍得酒业 但复兴录股之后 17保半年报 业绩都是超高增长 所以工资底发生了变化 这股价是很难回去的 业绩在高增长 股价可以涨 但要想不跌 那就是公司业绩得跟上 你业绩跟不上 在高位根本待不久 对吧 你的逻辑会被证伪 所以不要光看 股价涨了多少 你要看那业绩涨了多少 业绩有没有跟上 经营有没有发生变化 最后我们要讲 这股权涨浪 只是困境反转的 一个代表性的特征 过去三年 都是大公司的盛业 小公司们遭遇了市场的抛弃 直到今年有一些变化 可能也真的是跌得太多了 跌无可跌 那也就反弹了 下面呢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今天很牛的一个板块呢 是ST 对 ST股呢 整个板块翻倍了 很多ST股票涨了好几倍 是吧 因为ST股票 很多股票是一块钱以下的 这跌得太惨了 是吧 你看现在白马股们一直在跌 那钱能去哪里呢 钱总得有地方去吧 所以 这也是一个轮回 只不过我们要知道 这里面 ST里面 大部分都是垃圾公司 像是ST舍得这样的企业优质 之理 风毛菱角 很多ST是不能买的 那个也就是个反弹 所以呢 不要被上涨迷惑眼睛 不过呢 资本有的时候呢 看中了可能也是一个企业的资质 或者是一个行业的准路门槛 你公司很差没有关系 中国人讲牌照 很简单一个汽车行业 ST中泰 它是可以做汽车的 汽车行业呢 是 Jenoma看比较高的 这个牌照有资质 你才能生产汽车 没那么容易的 所以中泰呢 股价的最低呢 跌到一块钱呢 对 一路下跌 跌到一块钱 曾经二三十块钱的公司啊 跌到零头都没有 股价呢 反弹了六七倍 那么赶上了这个汽车行业的风口 是吧 它作为一个极度低估的汽车 至少有这个牌照在 所以呢 有些资本还是愿意去 吓住它 最后我们就讲呢 这两年呢 金融区钢杆 叠加疫情冲击 大量的企业呢 面临生死存亡的选择 那前有苏宁 现在有恒大 其实未来会有更多的公司呢 陷入困境 这是肯定的 因为疫情的影响很大 而且区钢杆的影响也还在 那么优秀的资本呢 总是喜欢在 极度低迷的时候入场 你这公司非常差的时候入场 对吧 来抄底你 所以做我们个人投资者如果能跟上呢 想必呢肯定能收获破风 你不要想等着公司变好了 你再去买 公司变好了 你再去买 可能已经晚了 对吧 它已经变得很好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要想赚钱 肯定是雪中松炭 如果你想锦上添花 很有可能就会接盘了 所以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做困境反转呢 安全系数比较高 弹性比较大 所以如果你跟紧了一些顶级的资本 应该讲呢 亏钱的概率是很低的 好 本期视频